科學理性物質的前提在於是你的原始數據是對的 如果你拿到的資訊是錯的 你今天拿來延伸 你怎麼可能會有科學理性物質 沒有 當然現在也不跟你談這個 你會發現科學理性物質永遠只是口號 那就是一個很華麗的口號 但你真的跟他講細節 他不跟你講 我有時候都覺得我們很認真 在討論柯文哲所講的那些話 我都覺得自己跟他講的 你知道嗎 我也在想這一次 就是我們這麼認真的 就是去拆解他的邏輯 有意義嗎 製作人 製作人 為什麼我們要討論這個 不是 我們在這個 製作人 我舉個例子 他那個邏輯你看起來都好像是對的 但是你深究起來又覺得是不對 我們會不會討論半天 其實他的小草們根本就沒有 他那個就是宗教的 他說他每個叫小草對不對 然後他現在成立的會叫什麼會 叫生友會 就是說是森林嘛 小草 小草是屬於草本植物嘛 我們節目要有知識性對不對 這個節目知識很盡量 對 這個我懂 我可以到 草再怎麼長就是草 對 不可能變成樹 不會有年輪 不會變木頭 對 草本植物跟木本植物不同在哪裡 樹只能有一根 草本植物沒有年輪 而且他的筋比較軟 木本植物的筋比較硬 而且他橫切面的話 有他的周期表現 職務系雙伏修 職務系 職務系雙伏修 發老師厲害 我封你會歪樓 所以 不帶連 不帶連 你怎麼澆水都不會變成檜木 這很簡單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小草變成生友會 完全是不倫不類的類比 但是科文哲可以講的跟真的一樣 還要到處去灌溉 那我只能說嘛 為什麼叫宗教 馬克思講過一句名言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 所以宗教會成癮 對 而且你會覺得 誰那個神講的什麼都對的 阿伯講的都是對的 讚嘆師父 感恩師父 對 你去看那個 像我們那些幾位大師有沒有 那個下面的人 自己買制服喔 你說搶救王毅川嗎 不是那個不是那個不是那個 你說師父啦 我就是某某師父 某某師父 哇全部人整個場地幾千萬人 趴在地上 裡面不乏真的是有高級知識分子喔 也有博士喔 也有教授 照樣信 所以宗教是不能用理性去判斷的 對 我覺得柯文哲就抓住了這個鴉片煙 人居哥其實越看越可怕 因為柯文哲追隨者年齡層是很低的 年齡層很低的人 我不是說他智慧不夠 而是老共過去就用這一套 來訓練出很多紅衛兵嗎 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真的是一面雞嘴發寒 另外一面真的是笑到破肚子會破 為什麼 柯文哲阿北森友會北中南卸票 要舉杯致敬喔 要幹嘛要灌溉小草喔 他說柯文哲喔 21號27號28號要在北中南舉辦阿北森友會的活動 判支持者支配環保杯喔 活動時柯文哲會向支持者舉杯喔 舉杯舉杯舉杯我弄個杯子 舉杯 然後他說這象徵什麼呢 跟小草滋養灌溉 民眾黨發言人李鼎麗說 植物需要水的灌溉才會茁壯 這個活動呢 我們會讓柯文哲以茶代酒 向小草灌溉 欸 這不是跟我們去那種活動灌溉一樣嗎 就是大家就坐在這邊 然後呢 叫做就 然後就盧目聖恩嘛對不對 然後出來就正向積極活力了起來啊 這太奇怪了吧 阿川你的粉絲很多 你敢跟他們灌溉嗎 這叫受洗 對啊 出外溉代表是我是你 他們主要所基督的名 然後大家說阿們 我的意思是 欸 哪個真正誤會把自己視為是支持者的養分啊 這很誇張欸 這就是柯文哲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失敗他成功的原因 因為他的這個 你剛剛講是發言人講說要逛小草 需要逛開的 但他用的詞不是 他公開的詞叫做致敬 對不對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年輕人對未來當然有很多想法跟憧憬 當年太陽花的時候嘛 我講我說那時候在場內很多人在裡面 我說真正要去關心的 就是場外那批年輕人 對 他沒有冷氣吹啊沒有什麼 他需要他想要他的聲音被看見 沒錯 國民黨當時就不願意去看場外的那些人 沒錯 後來那個時候不是那個 那個時候的行政院長嗎 後來終於去了 江以化 江以化 後來不是反效果 沒錯 因為他覺得我去那邊 我只是想說你們趕快回家或幹嘛 結果後來效果很差 對 致敬這兩制有用 為什麼 那年輕人想說你看 阿伯還跟我們致敬 但是後面接灌溉小草 那不重要 那不重要了 宣傳就是這樣嘛 對 你們很厲害 你們把國家 以後要把國家給你 所以我要跟你們致敬 年輕人聽得很開心 你知道嗎 但你回來看他的爭議 小草需要灌溉才會長大 就算你真的長大 也是因為我給你的 對啊 這就是民眾黨到目前為止 你會發現到 為什麼他就是一人政黨 柯文哲講說選完了之後 我不能夠辭黨主席 因為我辭完會四分五裂 真正的講法是民眾黨 有這一切都是柯文哲給的 所以你要不要聽他的 要 這就是高度極權的一個做法 民眾黨到現在為止 不是高度極權嗎 第一個 剛剛講到說丁守中那個 我跟各位回憶一下 2018年的時候 當時最大的瑕疵是什麼 我跟你講講瑕疵 我沒有講到違法 為什麼 因為後來大家就覺得沒有法的問題 那時候是邊投票 邊開票 邊開票 邊投票 所以很多人棄丁守中 去到柯文哲那邊 藍軍的 那時候的誤差是多少 你知道嗎 幾千票 投票完了之後 隔天是三千兩百五十四票 柯文哲當時沒有提出異議 提出異議的叫丁守中 沒有很多瑕疵 驗完票之後是三千五百九十七票 確定柯文哲拿到市長 柯文哲現在輸兩百萬票 差不多 你知道嗎 他現在跟你講說 我說什麼瑕疵 你三千幾票 你都不覺得瑕疵 你那時候怎麼沒有講說 我也覺得 我身為臺北市市長 臺北市全委會 歸我管了 我覺得這是瑕疵 我拒絕接受這種落差 其實我要講一件 臺灣的投開票信用其實很準 你說驗完後差多少 從三千零多少變三千多少 三千兩百五十四變成三千五百九十七 差兩三百票 我們臺北市開一百萬票 我這樣講 投票所一定有瑕疵 人為一定有瑕疵 我真的必須講 就是說這些東西 但我們不會拿瑕疵來怪罪選務人員 因為我們知道這些人很辛苦 他要去幾點就要去 他要自己點票 我們沒有人會把這些事情來做 但重點是瑕疵跟違法 是兩個完全層次不同的東西 如果你今天有確實的東西 你就去告 你就是違法 你就去告 你也沒有 你也沒有任何 不要用這種方式 我也可以講很多人說我帥 沒有 我不接受 為什麼你知道嗎 很難配合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說我帥的都沒有在這裡 都要上班 這就是柯文哲的邏輯 都要上班 我覺得我會選上 很多人說我頭髮多 但是都不在這裡 所以我不接受你們 這個邏輯不對 你再回來看 你帥 謝謝 你真的是個好人 柯文哲講完了那一些之後 跟你說他決定要推不在籍投票 請問不在籍投票跟你所謂的開票瑕疵 邏輯在哪裡 沒有邏輯你知道嗎 這兩件事接不起來的 你的意思是如果選務人員要做票 不在籍更好做 對不對 剛剛講有十一篇論文 大家可以去Google論文 好不好 去Google論文 就我回到就是說 不在籍投票過去談論過很多 我贊成可以討論 我也認為應該討論 但討論的前提是針對整個國家的選務 來進行討論 沒有一種針對 因為我選輸了 所以我要不在籍投票 所以我要來推不在籍投票 對 這個還是一樣 不在籍投票 那些人就全部都投你嗎 就跟你講說因為有人要上班 那這些人都會投你 但我跟你講邏輯這件事情 在柯文哲的科學理性物質裡面 完全不重要 為什麼 我就是講一個聲量 沒錯 我就講了一堆完了之後 告訴你 就像他現在講高端那件事情 是一樣的 他覺得如果一切公開透明就好了 但現在傷害已經造成 傷害是誰 如果真的要講 最有要講的應該是賴清德 對 因為大家覺得說你要就選錢公開選擇 但柯文哲不重要 他把所有的東西都倒起來 倒起來又要最會結論 其實你真的聽完了之後 沒有結論 沒有結論 如果今天你認為你的民調 有結論是阿伯是對的 沒有啦 我再回來一句 剛剛大家講民調 我們就這樣看好了 如果柯文哲認為你的內參民調拿到的是對的 你下次繼續用他 你下次繼續用 你繼續用同樣的方式 你就繼續給他繼續弄下去 到今天為止 柯文哲有因為自己所公佈的這些民調 誤導了你的小草門而道歉嗎 沒有 他只有說一個說什麼 數字出來我們就接受 而且立刻隔天之後 就講法就不一樣了 現在就開始跟你講說 沒有啦 因為這個什麼有馬英九的因素 後來大家覺得說 現在馬英九又變成你們的遮羞部了嗎 他現在又改了 又不提馬英九絕口不提愛你了 回來開始跟你講說 因為誰沒投票或怎樣 所以你會發現到 其實真正從不願意認錯的是誰 是柯文哲 你今天民調錯了 我會講真的 科學理性物質的前提在於是 你的原始數據是對的 如果你拿到的資訊是錯的 你今天拿來延伸 你怎麼可能會有科學理性物質 沒有 當然現在也不跟你談這個 你會發現科學理性物質 永遠只是口號 那就是一個很華麗的口號 但你真的跟他講細節 他不跟你講 我有時候都覺得 我們很認真在討論 柯文哲所講的那些話 我都覺得 對 我也在想這一次 就是我們這麼認真的 去拆解他的邏輯 有意義嗎 製作人 製作人 為什麼我們要討論這個 我舉個例子 他那個邏輯你看起來都好像是對的 但是你深究起來又覺得是不對 可是我們會不會討論半天 其實他的小草們根本就沒有 沒有那個 因為那個就是宗教的 他說他每個叫小草對不對 然後他現在成立的會叫什麼會 叫生有會 就是說是森林嘛 小草 小草是屬於草本植物嘛 我們要 我們節目要 節目要有知識性 這個節目知識很盡量 對 這個我懂 我可以到 草再怎麼長就是草 對 不會有年輪 不會變木頭 對 草本植物跟木本植物不同到哪裡 樹只能有一根 草本植物 草本植物沒有年輪 而且他的筋比較軟 木本植物的筋比較硬 而且他橫切面的話呢 有他的周期表現 森字系雙腹修 植物系雙腹修 對 植物系雙腹修 棒老師你厲害 真的 我封你的歪樓王 所以啊 被搞笑耽誤的 所以布袋蓮 布袋蓮 你怎麼澆水都不會變成檜木 對 這很簡單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小草變成生有會 完全是不倫不類的類比 那這康文哲可以講的跟真的一樣 還要到處去灌溉 那我只能說嘛 為什麼叫宗教 馬克思講過一句名言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 什麼意思 你吸上去之後你會什麼 上癮 戒不掉 戒斷的時候會有症狀 會流鼻涕 全身痛苦 一日不看我們正知道 手就一直抖 對會抖 那是帕希辛真治症的前兆 你要去檢查一下 所以宗教會成癮 對 而且你會覺得 那個神講的什麼都對的 阿伯講的都是對的 讚嘆師父 感恩師父 對 你去看那個 像我們那些幾位大師有沒有 那個下面的人 自己買制服喔 你說搶救王毅川嗎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都師父啦 某某師父 全部人整個場地幾千萬人趴在地上 裡面不乏真的是有高級知識分子喔 也有博士喔 也有教授 照樣性 所以宗教是不能用理性去判斷的 對 我覺得克文哲就抓住了這個鴉片煙 讓他的小草們一吸 有道理 他灌溉的時候 我相信小草一定會哭 對 一定會有小草哭 這個場面其實很可怕耶 對啊 流淚 然後柯屁就摸到他的頭 我灌注你 我這個給你精神上的灌頂 給你灌頂 宗教的感覺嘛 灌頂嘛 神功護體 所以這就是柯文哲他厲害的地方 那我剛剛大家都談到 2018年11月24號那次的台北市長選舉 柯文哲說 那天開票開到幾點你知道 開到隔天的凌晨兩點 我跟你講那天有上節目上要崩潰 對啊 然後超多來賓就真的受不了先跑 對啊 台北市長 我們是 有印象吧 我們是有投票所 是在什麼 是在那個什麼草原 那個台北陽明山 請天高 是有投票所嗎 為什麼開票開到凌晨兩點 柯文哲說 因為我們當初是有跟選票 是跟選舉跟公共投票合併 結果隔一年11月 有兩位監察委員 劉德勳跟展櫃美 他們有做過調查 他說你這個說 你這個台北市選委會的說法 完全狗屁不通 所以你說柯文哲沒有資格講人家選物 當然沒有資格 因為他就是瑕疵王 當時媒體就說 台北市選委會的消極不作為 對 你面臨到這麼大家大排長龍 難道你沒有辦法調 調動人力 調動物力 台北市不是屏東縣 對 屏東縣很遠啊 你說他調個投票櫃很麻煩 台北市那麼近的地方 結果發生這個情況 然後大家當時你還記得嗎 一邊看開票 還沒進投票所 一邊手機看開票 對 看到姚文哲不行了 沒辦法了怎麼辦 轉投柯文哲 對 所以柯文哲才勉強贏了三千五百六十七票 對 那一幕大家還記得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柯文哲如果 他早就料到會這樣 那我覺得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是誰在介入選舉 好 е